我第一間房子的購物經驗 是當時我在學校畢業 我必須承認第一間房子的自備款 是跟我爸爸供給的 那我當時跟我爸爸供給 就是我剛剛講的一個重要的原則 就是我預估我當時台大商園所畢業 台大商園所畢業的時候 一個月大概可以拿到3萬塊錢的薪水 而當時的我在買在永和 大概總價是只有250萬 當時永和一瓶才5萬塊 那民國七十幾年的這個時代 五十坪的房子250萬 那剛開始當時大家沒有 那是民國77年 76年到77年 就是上一波台灣房地產 還沒暴漲之前的那個階段 可是當時呢 家裡大概提供了 我就像250萬 我大概貸款了150萬 150萬我一個月 大概要交1萬5千塊錢的 那個利息跟本金 可是我一個月可以賺3萬塊錢 在這種狀態之下來講的話 我就認為自己留一半的生活費 另外一半就是可以完全付房地 這個房地產的房貸 那這樣的狀態來講 我就買了第一棟房子 沒想到買了第一棟房子以後 碰到了當時民國76年那個房地產的大狂潮 立刻250萬漲到750萬 250萬漲到750萬的話 大概經過兩三年的時間呢 你又可以把那個 這個自己的750萬呢 你當時已經貸款只有150萬 150萬你就有自備款有600萬 你600萬可以再去買一個 換一個更大的房子 而且那時候我也比較幸運 後來就在投資 從事股票的投資 也累積了一些資金 那麼後來買房子的事情就 我結婚了 就變成我太太來負責 而我之所以會讓她去負責買房子的原因是 我負責在前面投資賺錢 她負責買房子幫我分散風險 我每一次到的我們股票市場 起起落落有一些大風暴的時候 都難免有些時候 像2008年的金融風暴 1997年金融風暴 那有些時候金融風暴的時候 我可以看到很多我們業界的人 他當時呢 手上的現金或者手上的投資 都是非常緊的 可是他心裡面最大的支撐是什麼 還好我有一些房子 而這個房子至少 我不會因為這個股票斷頭了 或者股票這邊虧掉了 然後我會被趕出門 這種狀態來講的話 這個會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安全感 所以這麼多年來都是 我在前面從事股票投資 我太太在後面負責把我的 每賺到一筆錢的時候 就把那筆錢一定要去買房子 就是賺錢的時候 一定撥一筆錢出來買房子 買什麼房子我不知道 交給太太慢慢去看 他就會 他會花很多的時間去 買房子要多看多比較 那我們是沒時間多看多比較 我們通常買房子很快的就決定了 可是他買房子會慢慢的考量各種功能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家是 買房是我太太在買 那投資是我這邊負責在投資 不然是一堆 我也要讓你 我給你一堆